二十岁生日那天 我发现《我所在的世界》是一部小说 我是温柔似水最后却凄惨离世的男配 和我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女朋友柳如燕 是故事的女主角 即将被带着系统的男主攻略 我从小被拐卖的哥哥男主纪明炎 暗剧情被找了回来 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 剥夺了我的一切 我失去挚爱远走他乡 几年后纪明炎和柳如燕的婚礼上 纪明炎却因为攻略失败而当场死亡 二十岁生日那天 我爸把二十二岁的纪明炎带回了家 告诉我他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哥哥 就在看到他的一瞬间 我竟然听到了他在脑海中和系统的对话 然后一下就解锁了这个世界的全部剧情 他会攻略下我的女朋友柳如燕 继承继家全部财产 而我作为深情男二 为了挽回柳如燕 成为了法外狂徒 试得知得给他送人头 最后凄凉死去 被他拿走全部弃运 甚至我死了之后 柳如燕还要到我的墓碑前出我的心窝 对不起 当初不该让我先遇到你 柳如燕和我同岁 和我一起长大 同我青梅竹马 我们从幼儿园到高中 都是同一个班级 大学也是隔壁学校 我不建议把继家的财产都给纪明延继承 但是我却无法割舍柳如燕 他充斥着我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纪明延今年刚刚考上了A大的研究生 这个月才来到云成 不愧是有男主光环的人 柳如燕正是在A大念大学 而我却在隔壁的B大 他在云成没有朋友 我爸便让他多跟着我出去 融入我的朋友圈子 也就是云成的二代圈子 他装作一副性格很好的样子 再加上系统的帮助 很快就和我的朋友打成一片 包括我的女朋友 二 纪明延和柳如燕回来的时候 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柳如燕喝多了 几乎要挂在他身上 纪明延敲开我的门 明里 今天玩得有一些晚 如燕说今天先不回家了 让我带他回来 今晚就辛苦你照顾一下他了 我从他手上把柳如燕接过来 我的女朋友 我当然会照顾 谢谢哥哥 他似乎没想到我会如此平静 一时愣在了原地 随即我听到了 他在脑中和系统的对话 系统 这个时候 他不是应该把我打一顿 然后被我爸停了银行卡吗 宿主 我现在去查一下 不过你的主线任务 是攻略下柳如燕 其他人物的行为 也许和原世界不一致 也是可能的 原书中 只要和柳如燕相关的事 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 他自以为是带着系统穿书攻略女主 杀死男主 却不知他才是书中主角 只不过这是一本系统攻略文罢了 他的结局是好的 柳如燕会嫁给他 让他攻略成功 很晚了 哥哥回去休息吧 我也不管他作何反应 直接把门关上 柳如燕喝得太多了 他晕乎乎地靠在我的肩膀 一张小脸红红的 看起来十分惹人恋爱 这是我爱了二十年的人 如今让我怎样割舍 我把他轻轻放在床上 然后帮他卸了妆 用毛巾擦了擦脸 柳如燕皱了皱眉头 睁开眼睛 他看着我迷迷糊糊地开口 记名礼 对不起 没关系的 而且今天是我实验没做完 才没有陪你出去玩 是我对不起你 我在他身边坐下 然后摸了摸他的头发 他的眼里清明了一些 似乎是醒酒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说记名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不喜欢他 可是每次他喊我出去玩 我总是无法拒绝他 只要靠近他 就会心跳加速 忍不住看向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男主 够了 我打断他的话 不要说了 没一句我爱听的 早点休息吧 我起身关了灯 躺在了另一边 记名礼 黑暗中他又叫了我的名字 你以前都抱着我睡的 我明明气得不行 可是听到他有些委屈的声音 还是没忍住伸出手 把他揽在了怀里 明礼 我只喜欢你的 我觉得我可能脑袋有病了 我会减少和你哥的接触 你相信我 我只喜欢你 柳如烟一辈子只喜欢记名礼 他喝多了有些土字不清 却一字一顿 十分认真的和我告白着 我只觉得心脏感到阵阵刺痛 在他看不到的黑暗里 我狠狠地握着拳头 掌心都有些发痛 他是那么的可爱 我真的好爱好爱他 幼儿园的时候 我长得矮总被别人欺负 他插着腰像大姐大一样 挡在我面前 对其他人说 我是他罩着的 想打我 要踏过他的尸体 小学的时候 我注意力不集中 总是神优 他和老师申请 坐在我旁边 时刻监督我 中学的时候 我学习不好 他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地 给我讲着我不懂的题目 大学的时候 他是他们学校校花 经常被人偷拍照片 发到校内表白墙 他的朋友圈便全部都是我 告诉所有人 他有男朋友 从幼儿园 我被欺负的时候开始 他就告诉我 他要嫁给我 这样才能保护我一辈子 虽然后来长大了 他说要换我保护他 不管是谁保护谁 我一直都是如此相信 我们会在一起 直到永远 我不怕故事的结局 我会死 会被父母逐出家门 我只怕我会失去他 我真的不甘心 记名礼 他已经睡着了 却还在叫着我的名字 像我爱他一样 他也很爱我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怪他的 这是剧情的必然走向 记名言才是他的男主角 爱上他才是他的命运 他的生理本能 我亲了亲他的额头 把他抱得更紧了一些 哪怕最后 他会成为他的妻子 但是请多给我留下一些 他属于我的时间 毕竟这是我爱了二十年的姑娘 三 早上我妈醒得早 亲自给我们做了饭 记名言坐在桌子上 就开始吹彩虹屁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给我做早餐 我养父母从来都不管我 我妈有些心疼地看着他 给他加了块牛奶 儿子 既然回来了 以后妈妈天天都给你做早餐 谢谢妈妈 记名言冲我妈微笑 一副阳光开朗大男孩的样子 我上学的时候 习惯不吃早餐了 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柳如烟 我根本不会起来这么早吃饭 没有什么胃口 随便吃了点 我就放下了筷子 记名言又开始茶言茶语 明理 你再多吃点 不要浪费了妈妈的心意 我还没说话 我妈便开始抱怨 明言 你不用管他 他从来不起来吃早餐的 我的心意啊 早就被浪费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 妈妈对不起 明天换我给你做早餐 我赶紧道歉 我知道记名言现在每天像眼甄嬛传一样 就是为了挑拨我和我家里人的关系 原书里我就是因为不断和他产生争执 才变成了爹不疼妈不爱的恶毒男配 现在我什么都顺着他 我就看他还有什么手段坑我 记名言皱了皱眉头 我又听到他在和系统抱怨我的人设和原世界不一样 我爸站起身 小李 吃饱了的话就和我来一下书房 我点点头跟了过去 我爸爸没一关 有些生气的质问我 你是不是对明言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 我一头雾水 我和他有什么好说的 他昨天和我说 让我把公司交给你 他想让你知道他不会抢你的东西 我一整个大无语 我从来没和记名言说过什么公司的事情 我一个大三学生 公司关我屁事 我什么都没说 他自己加戏 你什么都没说的话 他会好好的和我说这些吗 我爸声音高了一截 把手机狠狠扔在桌子上 记名礼 他是你亲哥哥 而且他在外面22年过得并不好 我们都欠他的 我一忍再忍 如今实在忍不住了 他被人偷走的时候 我还没出声呢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和我妈对他有亏欠 那是你们的事 和我没关系 你给我记住 你性计 我话还没说完 我爸就扇了我一巴掌 我捂着脸 有些难以置信 这是我爸第一次打我 之前20年离我蛮混的 不知道被请了多少次家长 但是我爸一直都是笑呵呵的 从来不会打我 甚至没对我说过重话 这就是主角光环和系统魅力吗 我知道记名言用积分 兑换了不少我身边人的好感度 但是却没想到 效果能好到这种程度 把他放到甄嬛传里 估计都能笑到最后 搞死甄嬛 我实在惹不起 我爸这时候也有点猛了 他看了看我红肿的脸颊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掌 小李对不起 爸爸不是故意的 我苦笑了一下 没事 我先回学校了 我回到卧室就开始收拾东西 这次我带了不少东西 准备先在学校宿舍住一段时间 我出门的时候 记名言有些考究的看着我 眼神中充满着晦暗不清 他又在和系统商量着 怎么对付我 我真的怕了他了 现在我只想离他远一点 四 我住在宿舍之后 每天晚上下课 都会去隔壁学校找柳如烟 记名言也没什么机会约他了 我妈来学校 给我送了两次换洗衣服 我的日子 仿佛又回到了之前 如果不是看到了 记名言的朋友圈 他发了一张 自己带着一块玉佩的照片 配文 最好的礼物 看到这个照片 我感觉我的火气直冲脑壳 这还是我大一的时候 送给柳如烟的 玉的原料 是我爸带我赌食的时候 我亲自开的帝王绿 找了最出名的师傅雕刻 然后我又爬到山顶寺庙 找师傅开光 前后折腾了快一个月 才拿到手 就这样被转送了 柳如烟 你人还怪好的脸 我之前送你的那块玉佩呢 我努力压住我的火气 让我的声音平静 柳如烟摸了摸脖子 一 好像前几天不知道掉在哪里了 我回去找找 明里对不起 大概是他还没来得及看 纪明炎的朋友圈 没关系 我下次再送你一块 我听到过纪明炎和系统抱怨 他说了好多次 柳如烟比他想象中的更爱我 很难攻略 我不该生气的 这都是剧情 没有办法 除非纪明炎 这个拥有系统的主角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不然我是不可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了 只能按照剧情走下去 直到死亡 五 考试周之后正好是柳如烟的生日 我准备给他准备惊喜搭办一场 毕竟我也不知道我这男朋友的身份 还能保持多久 明里 不要叫你哥哥一起了 我不想看到他 柳如烟看着我说道 我心里顿时一暖 好 原书里这场生日会 因为我被停了卡 是纪明炎给柳如烟办的 极尽奢华 让他好感度狂飙 我把生日派对定在五星酒店 用了好几天提前布置 花了不少心思 比原书里纪明炎大的还要好些 我叫来的都是我和柳如烟 从小到大的同学 并没有通知我父母和纪明炎 可是没想到纪明炎还是出现了 他和我的发小凌晨一起进了门 你们小夫妻怎么回事 如烟过生日明炎都不知道 正好刚才他来找我打球 就带他一起过来了 凌晨大大咧咧地说道 我握紧了拳头 然后把凌晨拉到一边 以后少和我哥在一起玩 他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炎哥多好一个人呀 名利我不是说你 咱们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你现在怎么心思这么多 我都有点看不懂你了 凌晨冲着我摇了摇头 看来凌晨也被纪明炎刷了好感度 他现在觉得纪明炎无敌好 我笑着摇了摇头懒得解释 柳如烟 你怎么了 烟烟晕倒了 快叫救护车 旁边忽然一阵骚乱 柳如烟竟然晕倒了 他脸色发白地躺在地上 彻底失去了意识 我连忙把他抱起来 开车去了医院 原书里他并没有晕倒 派队顺利举行 为什么和书里不一样 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 六 记明里 我们分手吧 他醒过来之后 第一句话便是这个 这是因为偏离剧情走向 角色被强制刷新了吗 现在的他看起来有些陌生 似乎已经不是昨天的他了 这次真的要彻底失去了吧 也许我早就该放手了 在他们深夜把酒言欢的时候 在他把我送给他的玉佩 转送给他的时候 我究竟是在执着什么呢 他们才是天生一对 我看着他的眼睛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半赏才点了点头 好 你不问我为什么吗 他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答应得这么快 因为记明言 对吗 我苦笑 我要和记明言在一起 他点点头 看着我眼神里却充满了痛苦和不舍 我不吵也不闹 你为什么要痛苦呢 半赏之后 他开口说道 记明理 答应我 你要好好的 好 你也是 还有 你可不可以不要忘了我 他咬了咬唇 似乎也知道他提出的这个要求很过分 我觉得有些好笑 却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说实话 我也没办法忘记他 在一起二十年的人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 我对他的爱已经深入骨髓 如果想忘记他 就好像要亲手挖掉自己的血肉 我做不到 如果真的不能在一起 就让他活在我心里某个隐秘的角落吧 其实我一点也不怪他 只是有些心疼他 因为是主角就被操控了命运 甚至连喜欢的人是谁都无法决定 我从医院回到家里 一直把自己关在卧室 当天他和记明言就在朋友圈官宣了 记明言的系统真的很好用 身边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我这么多年的女朋友 而且他们最初都是我的朋友 这个时候却都在恭喜他们 没有一个人来安慰我 看着他们评论区下面的一大牌九十九 我把手机扔在了地上 下午的时候 记明言找到了我 他的脸上带着歉意 名礼 如烟的事 是我对不起你 我看着他微笑 没关系的 我也觉得你们更般配一些 这人是疯了吗 他为什么态度如此平淡 我要他把我打一顿 好被爸爸赶出去啊 这样还怎么走剧情 我又听到他在脑海中和系统无能狂怒 我一下没忍住 笑出了声 你笑什么 祖国繁荣昌盛 我开心 记明言 后面的几天 他不断在我面前蹦迪 迫切地想要激怒我 但是我每次都没有入他的院 就这么想走剧情吗 那我偏偏要拦你的路 我已经失去了柳如烟 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 既然这样 技嘉我不会让他那么顺利地得到 即使我无法改变剧情走向 也不会让他过得那么舒服 七 假期的时候 我申请了交换生的名额去了美国 想要改变主线剧情 就不要围绕主角而行动 在主角身边的人物与细节都被写得明明白白 没有什么机会给我钻空子 之前的所有顾虑与犹豫都是因为柳如烟 现在的我无碍一身轻 我爸爸已经开始把公司的一些事物交给既明言管理了 而我一边专注我的课题研究 一边盯着国内的情况 再和书里提及即时剧情的几个关键点 做了一些小动作 这本书主要是恋爱攻略文 既明言这种自大 又对系统充满了自信的人 不可能特别关注公司业务 八 班里有个华裔女生 中文名字叫燕淑培 她从小在美国长大 对国内文化很感兴趣 总是在课后拉着我问东问西 刚来美国的那一段时间 是她经常约我吃饭找我出去玩 才让我的日子不再那样压抑 那在中国闹洞房的时候 可不可以装死吓别人一跳呀 燕淑培又开始了她的奇思妙想 我也没试过 我不禁笑了笑 记名里 那有没有人说过你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 好吧 我忽然觉得她不止对中华文化感兴趣 她好像也对我感兴趣 九 最近我总是会收到一些来自国内的邮件 里面全部是关于现在即时的商业布局 这应该是记名岩的东西 而且是机密 我找人查了邮箱地址 查到的身份信息 却是来自一个偏远现成的老年人 这究竟是谁发给我的 目的又是什么 我试着相信了几次邮件上的内容 得到的都是对我有利的结果 不管这邮件来自于谁 他应该都是想要帮我的 也许是即使内部也有人觉醒了 或者是这个世界又进来了新的攻略者 想借我的手给记名岩致命一击 你在想什么 是不是在想我 燕淑培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身上有着一种独特的自信和幽默 我被他逗笑 你猜 我猜你没有 但是我建议你多想想我 我觉得我们有可能会成为夫妻 他耸了耸肩膀 然后冲我做了个鬼脸 样子有些可爱 你这是在和我表白吗 我问他 不是表白而是表达好感 和你表白的时候 我会很正视并且认真的 因为我喜欢你 这也不是表白 我准备毕业典礼的时候 给你一场浪漫一些的告白 希望你能赏个脸同意 他看着我十分认真地说道 我看着面前的女生 年轻漂亮学历高 家族财富各大榜单上都能查到 他比柳如烟要优秀许多 更重要的是 他的名字不在这本小说的剧情里 他不会受剧情线和系统的影响 如果和他在一起的话 我不用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 每天都怕他因为剧情被别的男人攻略而离开我 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却还是有着柳如烟的名字 我没办法割舍掉他 如果这样就开始一段新的恋爱 对任何人都不公平 我最近不是很想谈恋爱 我委婉地拒绝了他 你的眼神很悲伤 他看着我 语气有些心疼 你是个很好的人 记名礼 我希望我可以改变你 让你变得快乐 谢谢你 但是我真的不想谈恋爱 我再次拒绝 为什么不肯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呢 你也知道他不会回头了 不是吗 他的语气中满是悲伤 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 看起来有些让人心疼 我揉了揉他的头发 强迫自己狠心说道 不要难过了 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可是 可是我不想只做你的朋友 他小声说道 声音有些委屈 我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是 临近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爸去世了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十分难过 但是却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这是原书上的剧情 所以我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了 书中他的去世被一句话带过 只说我爸犯了疾病 什么都没交代 便撒手人寰 这一段时间 我给他和妈妈打了好多电话 让他们注意身体 却还是没有逃过原定剧情 我爸那么成功的一个人 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几十年 最后却连的详细的死因都没有 这一切真是有够讽刺 十一 我回国参加了葬礼 葬礼上我妈哭得气不成声 我拍了拍他的后背试图安慰他 然而他却对我说 明里 你爸爸走的时候没有留遗书也没有遗言 我打算把我名下的股份全部交给明延 公司先给哥哥管理好吗 你赢得的股份还是你的 这时候继明延也走了过来 等你毕业之后 我再安排你来继续工作 明里 这段时间继续先由我来管理 我看着他们忽然笑了起来 你们大概搞错了吧 就算妈妈你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他 再加上他从爸爸这里继承的 他也只有35%的股份 但是 现在我有40% 这两年我去找了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把股份都转让给我 又管燕书赔借钱收购了一些散户 现在我才是即使持有股份最多的人 我妈看着我一副仿佛不认识我了的样子 她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知道你更喜欢哥哥 但是你可以给外公打电话 问问是不是他们的股份都在我这里 外公他们都是剧情之外的人 在书中并没有被提及 所以他们不会被记名言的系统刷出好感度 自然更喜欢从小看着长大的我 对刚刚被找回 不常去看他们的记名言不是很感兴趣 也没有那么多爱 书里记名言得到即使只需要我父母就够了 但是在剧情之外没有戏份的人 为了让世界合理运转 他们拥有的东西也很多 这是剧情涉及不到的阴影区 我正是利用剧情外的阴影区来对抗记名言 记名理 记名言终于崩溃了 再也不和我眼胸有地宫的戏码了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剧情被大改了 怎么会这样 我不但能看到它表面上的崩溃 我还能听到它内心里在系统面前的崩溃 别提多爽了 就算有系统又怎样 我不可能让它如愿 哪怕拼上一切 我也要恶心一下它 真抱歉啊 哥哥 现在记事应该是我的了 等我回去参加完毕业典礼 就回来当董事长 哥哥你放心 我会在记事给你安排个职位的 门口保安怎么样 记名言瞪着我眼睛都快要喷火了 但是他的内心更多的却是崩溃 攻略任务失败的话 他就没命了 虽然主线任务是攻略柳如烟 但是这种剧情发生重大偏离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发生 他已经有些恐慌了 明里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啊 我妈妈有些失望地看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神心里有些难过 更多的却是委屈 我妈从前那么爱我 但是自从记名言来了之后 她被系统所攻略 已经变得让我快要记不清 她以前爱我的样子了 妈妈 我不怪你 我知道你现在更爱记名言 但请你相信我 我只是试图让一切回到正轨 十二 我说这话的时候 有些挑衅地看着记名言 他听到我的话一瞬间瞳孔地震 然后拉着我的衣领把我拽了过去 你觉醒了是不是 他看着我的眼神近乎疯狂 我笑了笑 大概就是你口中的觉醒吧 我真的不是很想做男配 哥哥 他狠狠地把我推开 我差点跌倒在地上 远处照顾宾客的柳如烟 看到这一幕 立刻向我们这边跑了过来 没关系 就算你觉醒了又怎么样 就算你得到了记事又怎么样 柳如烟现在爱的人是我 只要和她结婚之后 我的任务就成功了 记名礼 你的努力是没用的 她不可能脱离系统的控制 你一样是输了 不过这样也好 让你输得明明白白 她大概是内心有些崩溃 几乎是自我安慰似的 冲我怒吼着 我整理了一下衣领 然后冲着她挑了挑眉 无所谓 即使我只是个卑微男儿 我也可以让你不开心 这对我来说 就足够了 柳如烟跑到我身边 明里 你没事吧 然后她又看向 记名言质问道 你和她动手做什么 和她道歉 记名言脸色发黑 我笑了笑 不用道歉了 是我的错 我先让哥哥去当保安的 我真该死 记名言的脸更黑了 她把柳如烟揽过来 我和如烟已经订婚了 过一段时间就结婚 到时候你要记得来参加 好的没问题 我一口答应下来 我当然知道 他们已经订婚了 几个月前 他们订婚的时候 其实我试图忘记柳如烟这个名字 但是新闻还是把他们订婚的消息 推送到了我的手机上 那天我看着头条热搜上 她的照片失眠了整晚 我和她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她终究要迎来属于她自己的剧情 女主当然要和男主在一起才对 哪怕我用尽浑身解数 总算拿到了记事 但是她还是被抢走了 十三 我觉得心里有些发闷 独自跑去阳台上抽烟 我不知道在阳台待了多久 身后又有人走了过来 我转过身就看到了柳如烟 她比两年前更漂亮了 一袭白裙 长发及腰 这两年你还好吗 她看着我轻声开口 看向我的眼神却满是悲伤 好 当然好 身体背棒 赤麻麻香 你没看我都要成为 记事董事长了吗 怎么样 有没有后悔 要不要把我哥踹了嫁给我 我比她有钱 她微微皱眉 明里 对不起 明里 我欠你的 我会补偿你的 你准备怎么补偿 我爱了你这么多年 甚至现在还在爱你 不过没关系 我不怪你 你幸福就好 她的眼圈红红的 泪水流了下来 我其实一点都不怪她 可是看到她这个样子 我又忍不住生气 对不起 我不该凶你 你别哭了 如果 如果你可以等我就好了 她说出一句不明所以的话 然后 转身下了楼 我看着她的背影 说不心痛是假的 在美国的很多个瞬间 尤其是和燕淑培在一起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会忘记她 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爱上另一个女人 但是直到今天见到她 我才发现 她的名字仿佛已经刻在我的肺上 我的每一次呼吸 都和她息息相关 就让我做一个守护她的男儿也好 我现在只希望她幸福 十四 毕业典礼的时候 燕淑培和我表白了 她准备了满满一个教室的玫瑰花 还有了一个大大的礼盒 在我进门的时候 从盒子里跳了出来 surprise 她穿着一套十分可爱的兔女郎套装 头上还有两个长长的兔耳朵 今天是对你正式的告白 我想做你的毕业礼物 可以吗 纪先生 她的皮肤白得发光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 显得她五官更加精致 仿佛橱窗里的洋娃娃 在我刚来美国的那些日子 是她陪在我的身边 带我走出了阴霾 可是 我没有办法和她在一起 对不起 我犹豫了半天 却只能说出这三个字来 我辜负了一个女孩的喜欢 但是在一起是要负责任的 心里装着另外一个人的我 不配 燕淑培的眼里 在那一瞬间便被失落一满 但是很快她又笑了起来 没关系 我不会放弃的 哪怕你的心里有另外一个人 我也相信我可以把她挖出来 换成我 她一直都是这样的自信洒脱 我忽然有点羡慕她 如果在柳如烟放弃我的时候 我不要那么快地答应 再去努力一下的话 我会改变剧情吗 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转眼就到了柳如烟和纪明妍结婚的日子 十五 柳如烟新婚前的一天 把我约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休闲装 妆容精致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精神状态仿佛前所未有的放松 在我爸的葬礼上 她愁容满面 看着我的时候满是悲伤 但现在的她变了 看起来整个人愉快许多 大概是嫁给纪明妍 真的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吧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傻 谁结婚不开心呢 新婚快乐 我应景地祝福了她一句 内心想的却是 能不能早点离婚呀 纪明妍她不配 这个给你 她给我递过来一本文件 我打开一看 当场弄在了原地 这竟然是股权转让书 纪明妍持有的 既是35%的股份 全部都在这里 看来是纪明妍为了尽早完成攻略 把股份当彩礼 给柳如烟送来了 我苦笑了一下 这就是你所说的补偿吗 她有些俏皮地冲我眨眨眼睛 不 有可能这只是利息 那补偿是什么 是我 她看着我的眼睛十分认真地说道 我嘴角抽了抽 我可没有给人戴绿帽的习惯 也许我要二婚呢 你会娶我吗 她说完不等我回答就站起身 冲我摆了摆手 拜拜 走了 我要回去准备婚礼了 明天见 记得准时参加哦 这女人什么态度 究竟有没有一点我是她前任的觉悟啊 十六 虽然我才是纪氏的董事长 但是纪明妍也不差钱 更何况柳家和纪家门当户对 婚礼的排场十分豪华 柳如烟穿着洁白的婚纱 妆容精致 看起来十分圣洁 好像下凡的天使一样 年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无数次幻想过柳如烟穿婚纱的样子 只是从来没有想过 新郎竟然会不是我 过了今天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纪明妮 你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我 纪明妍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 我只觉得心中苦闷 没有理她 我直直地盯着台上的柳如烟 她可真美啊 美得刺眼 只不过过了今天 她就彻底属于纪明妍了 男女主的故事 终于迎来了happy ending 作为男配 只能默默观看 选择祝福 我改变了自己的结局 改变了姬家的结局 却唯独无法改变她的结局 婚礼终于开始了 台上的牧师问道 纪明妍先生 你愿意屈柳如烟女士 让她成为你的合法妻子吗 无论生老病死 无论贫穷富贵 你都愿意照顾她 呵护她 保护她 一辈子不离不弃 你愿意吗 我愿意 纪明妍赶忙开口 看起来十分激动 但是她的激动 不是因为娶到了柳如烟 而是终于要完成攻略任务 柳如烟女士 你愿意嫁给纪明妍先生 让她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吗 无论生老病死 无论贫穷富贵 你都愿意照顾她 呵护她 保护她 一辈子不离不弃 你愿意吗 柳如烟没有立刻回答 却向我在的位置 深深地望了一眼 然后轻轻仰起嘴角 不 我不愿意 就在那一瞬间 纪明妍就倒在了地上 竟然就这么去世了 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她的脸上是一副 难以置信的表情 那表情在她死后 凝固在了她的脸上 十七 纪明妍的任务失败了 而我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柳如烟一直和我所说的补偿 她没有食言 她真的把自己补偿给了我 她隐忍两年杀掉了男主 做了只属于我的女主角 婚礼现场乱成一团 耳边是刺耳的救护车鸣笛声 她却目标坚定地向我跑来 此时此刻 她的眼里全部是我 她在我的脸颊上轻轻一吻 看吧 股份只是利息 我说过的 我爱你 纪明妍 我只爱你 十八 原来她和我一样 在二十岁生日 看到纪明妍的那一刻 就觉醒看到了 这个世界的所有剧情 她发现按照剧情发展 几年之后我就会死 这才受不了打击晕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为了挽救我的生命 她毅然决然和我提了分手 因为她着急和纪明妍结婚 纪明妍拥有系统 只要任务没有被判定失败 就不会物理死亡 杀死她的唯一方法 就是在婚礼上拒绝她 否则她永远都是在攻略中的状态 都拥有着主角光环 会对我造成威胁 为了保护我 她必须杀掉她 柳如妍告诉我 她没有觉醒的时候 她因为被纪明妍的系统操控 见到纪明妍 就会心跳加速 荷尔蒙分泌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一刻 想过背叛我 她只觉得是自己病了 从始至终 她爱的人一直都是我 我们坐在一起聊了很久 聊了我们青梅竹马的二十年 聊了分开之后的这两年 原来她从来没有把我给她的玉佩 送给纪明妮 那是她在她喝多之后 偷走故意发到朋友圈 想要激怒我 原来那个给我发了 无数封邮件 帮我对付纪明妍的人 是她 你怎么不把这些都告诉我 我一直以为她真的被攻略了 却不知道她瞒着所有人 做了这么多事 最后甚至直接杀了男主 我怕如果你知道了剧情 会被世界抹杀 你只是个男配 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她冲着我仰起嘴角 双眸里闪着光芒 这是这几次见面 她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那你呢 那你觉醒了 怎么也不让我知道 我看你拿的是女主剧本 我区区一个男配 不配打扰你 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你就不怕我去美国之后 把你彻底放下 找了新的女朋友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纪明妮 那不重要 小时候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 我只想你好好的活着 我爱你的前提是 你还在这个世界 你不知道我看到几年后 你会死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我当时想着 我必须杀了纪明妍 我不能容忍任何人伤害你 我这才明白 原来柳如烟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爱我 曾经我一直觉得 这段感情里 我是付出更多的那一方 如今才发现我错的离谱 在她说出不愿意 那三个字的时候 她对纪明妍死去之后的一切 都是未知的 她甚至以为杀掉男主之后 她也有可能会死 所以才提前以结婚为理由 威胁纪明妍 把股份转让给她 然后在结婚之前送给我 这样即使她死了 我也能拿到更多的股份 婚礼前最后一次 和我见面的时候 她的放松与开心也是真的 因为她终于可以离开 纪明妍开始新的人生了 她真的好爱我 在纪明妍出现之后的 每一天里 她都在违背生命的本能 违抗全世界的意志来爱我 十九 两个月后 又是一场婚礼 柳如烟女士 你愿意嫁给纪明妍妍 让她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吗 无论生老病死 无论贫穷富贵 你都愿意照顾她 呵护她 保护她 一辈子不离不弃 你愿意吗 她看着我弯起嘴角 双眸里满是我的身影 我愿意 全文完 我愿意嫁给纪明妍